本王我打不了你年刚瑶的屁股 还打不了你儿子的屁股吗 还打不了你爸爸的屁股吗 别忘了 我可是你们家的旗主 在组织上对你们这些旗下属人 可是有行驾法的权利 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康熙五十七年 蒙古准嘎尔布投人 侧望阿拉布坦 派兵攻打了拉萨 这一下他算是动了朝廷的奶酪 康熙皇帝大怒 派出各路大军十万 浩浩荡荡 由亲命抚衍大将军王印提率领 入青海平叛 升连耕尧为川陕总督 总理大军后勤 这仗打的好坏是朝廷的事 年刀尧在这可是捞尽了实惠 成功的游文转武 从这一省巡抚升到了川陕总督的位置 前方青海的战争如火如荼 这会儿的北京城里也在打一场仗 什么仗啊 九子夺敌的仗 这九子夺敌之争啊 到这会儿很多实力弱的皇子已败下阵来 这现在站在擂台上 虎视眈眈 太和殿那把椅子的就俩人 一位呢 就是在前方打仗的亲命服院大将军 大将军王印提 还有一位 就是这老十字 一奶同胞的亲哥哥 在北京城的领事卫内大臣 雍亲王印珍 说他这四王爷和老年的关系 那可是不一般 这里边啊 有两重关系 第一重关系啊 那就是狼舅的关系 这年庚瑶的妹妹年氏啊 是雍亲王的侧附近 第二层关系就厉害了 是旗主跟蜀人的关系 这年庚瑶虽是汉人啊 不过他是汉军旗人 最初这年庚瑶立处汉军香白旗 印珍做了王爷以后 管理部分汉军香白旗 这年庚瑶的家族就随着自己本门的左领 归到了四阿哥的门下 这四爷当然是高兴了 因为这年庚瑶啊 是这会儿朝中外放官员的新贵 又是自个儿爸爸康熙皇帝的宠臣 这样呢 无形中是给自己夺得皇位 加了一个重要的砝码 不过这四爷印珍呢 在用人方面那是心路颇深 在他的肚子里啊 有一座一眼望不到头的城府 在初期他对自己这个旗下属人 又是自己大舅子的年庚瑶啊 既不过于拉拢 也不过于身吃 他呢在北京城啊 看着四川 他想看看这年庚瑶 到底是如何想的 会站在谁的一边 那么这年庚瑶到底站在谁的一边呢 年庚瑶啊 谁的一边也没准备站 因为呀 他自诩是康熙的人 他不想依附 包括自己主子印珍在内的任何一位皇子 因为自个儿是凭本事吃饭呢 所有的功名利禄 都是自己凭本事证来的 四王爷也并没因为他是自己的旗下属人 而提拔提拔年庚瑶 换句话说 作为当时的环境 一位皇子想提拔提拔都府一级的大员 也是不可能的 除皇子王爷的身份之外呀 您自己也不过才是一位领事为内大臣 年庚瑶深知 给自己一步一步带来的恩典 那都是康熙皇帝的旨意 只有这康熙皇帝才是自己的大恩人 四王爷印针心里明镜似的 刚刚归到自个儿门下的这位年庚瑶 年巡抚啊 他不可能跟自己是一心 为什么呀 因为啊 这年庚瑶是明珠家的孙女女婿 虽然啊 第一位夫人 也就是明珠的孙女 那位纳拉氏小姐 不姓早王 不过呢 紧接着就由明珠作媒 给老年续了弦 而且还是一位宗室女子 是英亲王阿基格家的一位大格格 自然这老年啊 就跟明珠家走得很近 这明珠家的老二是谁呀 明珠的二儿子 葵婿 那可是八爷党的智囊团 还有就是啊 年庚瑶家原来的旗主 贝勒严寿 那也是八爷党 虽然这年庚瑶并不是八爷印丝一党 但是啊 就凭这些个关系 年庚瑶和八贝勒一党啊 没来眼去 勾勾搭搭搭的时候 肯定是有 就是因为有明珠家这门亲戚啊 这年庚瑶还跟九辈子印堂 拉上了关系 这层亲戚关系啊 他虽然有点硬 绕的呢 有点远 但是他必定是门亲戚 什么关系啊 这九辈子印堂的姑爷 和这老年的媳妇 也就是那第一任媳妇 明珠的孙女啊 是舒白兄妹 别的地儿怎么拎呢 我不知道 在我们家门口啊 管这种关系 叫庆家关系 也就说这年庚瑶 得称呼九辈子印堂为 庆爹 和这些皇子的关系啊 搁年庚瑶而言啊 那都属于是被动关系 那么有主动的没有啊 还真有 我给您说几个 其中这第一个 老年与皇三子印旨的故事啊 我跟您说过 不知道您啊 记不记得 就是咱们讲 清代文字玉那集 在这儿呢 我再简单的给您交代一下 在康熙五十六年 有这么个人 叫孟光祖 有人说这孟光祖啊 是一个陶级的旗人 其实不是啊 他就是一个闲散的旗人 这个人啊 在大江南北一通晃 骗了不少的都府一级的大员 他打的什么旗号啊 他打的是 皇三子印旨门人的旗号 康熙五十六年 皇三子成亲王印旨 郑德宠的时候 他正在主持 大清国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什么文化工程啊 在编写古今图书集成 并且在编书期间 他招募结交了大批的汉族文人 我想这孟光祖 也就是借着此个由头啊 才能出去骗人 那么这都府大员就那么傻吗 任由着这孟光祖欺诈 当然不是 这些都府大员啊 他惊着呢 这件事要是假的呢 孟光祖这种小人啊 花点钱 打发打发也就完了 又没多花 那要是真的可就麻烦咯 就会落下一个呀 曼代成亲王印旨 门人的罪 如果万里有益 这成亲王啊 要是再继承了大统 这孟光祖入阁拜相之后 那对自己肯定就更不好了 干脆啊 给了自个儿不给啊 也不得合适 谁想啊 这孟光祖 讹了讹去 讹到了直立总督赵洪谢的头上 这赵洪谢呀 那可是个愣头星 他刚一看出端倪来呀 二话不说 就把这孟光祖给绑了 送到了康熙皇帝那儿 康熙皇帝一审呢 这家伙果然是个骗子 和三二个印旨 是屁关系也没有 于是这孟光祖作为骗子 被判了一个开刀问斩 那些向他行贿的都府大员 不管是谁 一律是革职留任 以观后效 当然了 这老年呀 他也在其内 这些个事呢 远在京城的四王爷 都看在眼里 可是他呀 还是选择 不言喻 直到这青海战事起来以后 十四那个到了军前 和这年庚瑶 自然就有更密切的接触了 身为川山总督的年庚瑶 和十四辈子大将军王印提 时有礼品往来 康熙五十八年六月 年庚瑶派人送给这印提 银一千两 稻米四代 这些东西可不是给西北大军的 是单门啊 送给大将军王的 紧跟着康熙五十九年七月 这印提呀 就赏给了这年庚瑶 莽袍一剑 就在这一年呀 这西方传教士穆景远 来到了西北军中 这穆景远呀 是九辈子印堂的人 他见到这个年庚瑶以后啊 就问年庚瑶 说这总督平时都喜欢什么呀 老年说呀 说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 只不过呢 就是喜欢这个西洋的小荷包 呼 这印堂得知此消息以后啊 一下子就给年庚瑶 送了三四十个西洋的小荷包 那都是各个精美啊 从这儿啊 就可以看出 这老年和自己这个庆爹 九爷印堂啊 关系不错 说话办事 互相都不拿对方当外人 年庚瑶自取是个大英雄的性情 光明磊落 这些个事啊 也没有必要掖着藏着 那么自然这些个消息呀 都传到了北京 进了这四阿哥的耳朵 说有这么一天 这四王爷印针 在雍和宫当中闲来无事 顺手啊 就掏出了年庚瑶这个小账本 他要干嘛呀 这不明白着吗 要给这年庚瑶啊 拉清单了 王爷拿起笔 给这年庚瑶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在我看来啊 是极具威逼利诱 以及恐吓之言 这上来呀 劈头盖脸就是一句 劈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呀 年老二 你呀 骨子里就是一个轻浮浪荡的 少爷高子 像你这种人 是不会把主子放在眼里的 更别说什么君臣大义了 你说你给我写信的时候 落款落的是什么 竟然是臣 川山总督 年庚瑶 竟然连奴才都不称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你是奇人 你是我门下的奇人 你连奇人的基本规矩 都不懂了吗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爸爸 你哥哥见着我 都自称奴才 你还敢自称官衔 好大的胆子 还有就是 宫里的德飞娘娘 我的母亲 六十整寿 还有呢 就是我的儿子 红十新婚之喜 你年庚瑶啊 不但不送礼品 连个道合的信 也没有 我看呀 你不是不把我这个主子 放在眼里 你心里呀 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主子 还有就是 孟光祖的事 你赠给孟光祖 银两麻痹 那明显就是讨好三阿子 这明明就是在 离间我们兄弟 皇上给你的处分呢 我看是活该 前一阵子 你给我写的信 信上说 有今日不负皇上 即一日不负王爷 你这句话呀 就是大不敬 就是无法无天 谁都能跟皇上比吗 又于以不安分之举 也就是说 这年庚瑶啊 心里已经有不守本分的意思了 哎 实际上啊 这真是没份下去 没事找事 其实啊 作为旗主 这些拍老千的话呀 吓唬别人行了 吓唬一个都府级的大员 又是正在风口浪尖上的 川山总督年庚瑶啊 吓唬不住 就是您再横 再是旗主王爷 您能越过皇上去 摘了我的顶带花铃吗 或者您还真能把我这都府一级的大员 叫到府上来一顿加法板子吗 我看您是不行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 这书信的下半截啊 这印针还真拿出了旗主的本事 就真把这老年呀 攥在手里死死的 四爷这信中啊 接着说 你现在这种表现 那明显就是既负了我 将来呀 很可能也会负皇上 我呀是没有权利处分你 你瞧着 我把你这些破事啊 跟皇上一说 你看皇上怎么处置你 这意思就是说呀 你想想 皇上是跟你亲呢 还是跟我这个亲儿子亲呢 紧接着这处理意见就下来了 四王爷不绕弯 直接就跟老年说了 我觉得你爸爸现在呀 年纪大了 你呢 在外边君物繁忙 也不能不尽孝 所以我觉得啊 你必须把你们家 十岁以上的儿子子侄 全部送回北京来 到你父亲年霞灵的身边 一早一晚 侍奉老头的起居 就按我信上说的这么办吧 尽快 那位说了 四王爷这是什么意思 人质啊 本王我打不了你年羹瑶的屁股 还打不了你儿子的屁股吗 还打不了你爸爸的屁股吗 别忘了 我可是你们家的旗主 在组织上 对你们这些旗下属人 可是有行驾法的权利 于是这老年啊 也只好乖乖的 把自己十岁以上的子侄儿子 统统送回了北京 交到了自己主子的手里 要说呀 四爷这番心路啊 没白费 这年羹瑶 一下子就看出了 谁是谁的老大 奶头的炕 更热乎一些 就在康熙六十年的十一月 亲命服院大将军印提 回京述职 出人意料的是 这老皇上并没把他留在身边 而是又把他打发到了西北军前 按常理说 这老皇上啊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年纪越来越大了 如果要是有意传位十四子啊 应该把他留在身边才对 在这关键时候 又把这印提打发到了西北军前 这不免啊 让满朝文武成功的心中 又多了一些遐想 果不其然啊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康熙皇帝驾崩畅春元 黄四子和说雍亲王印针 在畅春元继位 年后雍正 就在登基的第二天 这雍正皇帝就下旨 大将军十四阿哥印提 速回京奔丧 将服院大将军印信 交与公 严信 川山总督 年庚遥 总理 西路军务良详 以及地方诸事 协同严信管理 并驻严信 顺利交割 大将军防务 年庚遥 或驻宿州 或致甘州办理军务 或致西安办理总督事务 令其卓亮奏文 这一道旨意 就把允提 这服院大将军给免了 并且 把西北的一切事务 都交给了年庚遥办理 在新军继位的 关键时刻 雍正皇帝 和川山总督 年庚遥 这对军臣 终于团结了一致 算是稳定了西北军务 顺利的拿下了 大将军王印提 这印提呢 也只有搭了着脑袋 回京奔丧 那嘴里头呢 自然是骂骂咧咧 齐个不服 拔个不愤 那么这新军登基 又会给这老年 带来什么呢 精彩回目就在下回 年庚遥西北用兵 大战罗布藏丹僧 这老年才要一战 封神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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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